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 你看 你买贺卡干什么 妈妈生日快到了 妈妈 妈妈早把你忘了 走 回家去 玲玲 你上哪去 别乱跑 你看 是妈妈 那不是你妈妈 是妈妈 是妈妈 对不起 走路也不看 玲玲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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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玲 妈妈 弟弟 没事 快点 tang子 实际上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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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经理给女儿寄的包裹 怎么总是没人收啊 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罗经理什么都跟你说 又退回来了 罗经理 您应该高兴啊 明天就能见到女儿了 机票买好了吗 买好了 你看 明天中午您就可以到家了 先生 上哪儿 孟九家 好的 先生 看样子你好像要离婚 你这算什么话 要么你就是外地人 你好像是公安局的吧 先生 您别生气 我这人就是爱聊个天 先生 您去的那个孟九家 气氛绝了 好多离婚夫妇吃分手饭 都上那儿去 慢慢地老百姓叫他离婚脚 也有叫离婚餐厅的 其实啊 谈情说爱的也不少 这老板娘挺气派 去年安徽发大水 人家捐了两万块 准备集中 马上要营业了 有些问题 我想再强调一下 我们的顾客多数是离婚夫妇 和热恋的情侣 接待中要创造一个温馨的气氛 不要大声说话 任意走动 特别是不能放disco音乐 和摇滚乐 好 准备营业 这档次太高 咱们换个地方吧 来都来了 进去吧 请 你吃饭带鞋干什么 要不要参观一下 里面全是阁下的东西 西装衬衫领带 刮胡子刀等等 你要干什么 吃完饭在离婚协议上签上阁下您的大名 冰上这个皮箱 你就不必回家了 好 太好了 谢谢你 我现在就把这方便要事交还给您 谢谢 那么皮箱就请您收下了 麻烦您了 不客气 干什么你 我会叫人的 我就是叫警察我也不怕 你记住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你的丈夫 走 二位请 好 走 干什么你 里面请 请坐 请 谢谢 听说这儿有心理咨询 待会儿我们去咨询咨询 好吗 来个半海泽 嗯 点心便宜点了吧 现在怕了 我付钱 夫人 这是菜谱 还是叫我小姐吧 再过几个小时 我就要跟这位先生摆摆了 菜 每样给我来一份 每样来一份 那就是六十五盘菜八碗汤了 小姐 我给你点几样这里的特色菜好吗 行 要点贵一点的 我得把这位先生的皮夹全部掏空 先生 准备付钱吧 小姐 还有什么可消费的 跳舞收费吗 不收 卡拉OK呢 也不收 小姐 你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只是这位先生表示的一点意思 不 谢谢二位的好意 请稍后 听着 我绝不会让你省一分钱 放心 我绝不让你占一分钱 他已经来了 今天晚上 你答应跟他在这见面 绝对是个错误 周姐 你 来 爸爸 妈有血压高 你好好跟他谈 别再发脾气了 孙子都上大学了 还吵着要离婚 请 你既然迈出了第一步 就应该硬着心肠走到底 不能这样做 这太上林里的心了 他会在那儿等上一夜的 等上一夜更好 这样 他会彻底死心 不 这太残酷了 先生请 罗敏在吗 您找罗经理 对 请问是私事还是公事 私事 对不起先生 我们九家有规定 包括经理在内 上班时间私事余律不接待 先生先生 进去吃饭 总可以吧 思源 进去吧 莉莉 那套红桃妆还真不错 不 还是那套黄的好 嗯 小姐 请问一下 这儿心理咨询在哪儿 在楼上呢 谢谢 不用心 上去吧 请进 好 请坐 请坐 事情到这个地步 你让我怎么说呢 问你自己啊 整天的字幕杠头开花一条龙 儿子怎么进宫都学校的 啊 人家做个体户一天天富起来 可是你呢 就差卖老婆了你 蔡 我点好了 你们谁也不准再闹别扭了 我先走了 都什么年纪了 还来赶这个世卯 夫人 请点菜 随便吧 随便 你什么都随便 别人怎么受得了 先生 先来个拼盘 再点几个清淡的菜 哦 好 可以 可以 就这几样吧 好的 小姐 那位先生是我的男朋友 你能不能请戴帽的那位先生 换个座位 好的 先生 请您换个座位行吗 行 两位要点什么 熊猫好吗 来两罐熊猫再配点冷菜 来吧 莫儿 好的 谢谢 先生 既然是同桌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吧 我叫周倩 小兰 你怎么这样对待顾客 我存心气气的 为什么 怎么 你看不出来 怎么了 那男的叫宋思源 昨天报上还登了他的照片呢 上期的家庭杂志里 还有他和他的妻子 怎样相爱的文章呢 怎么不到一个月 也上这儿来了 也许人家不是来离婚的呢 两个人的神态还看不出来吗 他是干什么的 科技专家 合资公司的经理 事业成功换老婆 现在流行的 痛苦 痛苦什么呢 我妈不同意我跟她谈恋爱 说她是克星 将来跟她结了婚要冲的 我查过字典了 冲就是互相争斗 那理由呢 我属羊 春天生的 我妈说我是青草羊 你呢 我属虎 是早上六点生的 她妈说我是恶虎下山 可 要是结了婚 我就会羊入虎口 先生 我能和她单独谈谈吗 可以 小姐 来吧 她相信吗 不信 那你呢 不可全信 也不可不信 为什么 上个月她第一次到我家 当时我妈正在卫生间里洗澡 她刚进门 就听见卫生间里啪的一声响 我妈吓得直叫 怎么回事 电热淋浴器爆了 太危险了 可不是吗 我妈说 瞧见没有 克星第一次登门 你妈就差一点宿命 将来结了婚 咱家一个个都得进火葬场 那淋浴器什么牌子的 火箭牌的 是吗 来来来 前天电视里的伪劣产品大曝光 你们看了没有 没有啊 曝光的第一个伪劣产品 就是火箭牌淋浴器 真的啊 你看我说 你们真心相爱吗 真心 你呢 真心 那就应该打破迷信 勇敢地去爱 至于你妈妈 要从心里站入手 你明白了吗 先生 请问您要心理咨询吗 你最多够得上通俗档子 三天之内我带个新丈夫给你看看 绝对比你潇洒 你以为你是林青霞 钟楚红 还有波鸡小丝 这辈子我再也不结婚了 我就怕碰上像你这样的伪劣商品 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再过几个小时 咱们就要彻底白白了 对啊 明天我就给所有的亲友每人发一包喜糖 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来 为重新获得解放干杯 为告别苦难干杯 为彻底自由干杯 干 干 小姐 来点摇滚乐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放摇滚乐 为的是让各位有种温馨感 温馨 看见这位先生了吗 结婚以前把我的脸啃得轻一块 紫一块的 说要给我以温馨 可以结婚呢 天佳 夫人 我建议你唱首歌好吗 唱歌 对 唱歌 就唱那首 爱上一个不甘爱的人 诸位 现在请这位女士为我们唱首歌 我爱上一个不甘爱的人 何必怨自己 我爱上一个不甘爱的人 只因为爱情说呀说不起 常常有不得你 要潇潇洒洒的离去 不要不要太质疑 要潇潇洒洒潇洒的离去 不要不要太质疑 在淡淡的烛光里 抹去了过去的记忆 在那明天 会有一个 属于我的新天地 在淡淡的烛光里 抹去了过去的记忆 在那明天 会有一个 属于我的新天地 太美了 别会感觉了 今天花了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 别冲闻面了 放你那儿 合起来花 行 我也拿笔钱 咱们放在一起 算是咱俩的恋爱基金 爱情说呀说不清 常常有不得你 要统统快快的离去 不要不要太在意 要统统快快 痛快的离去 不要不要太在意 在青春的旋律里 伴着那朵梦的雨季 在那明天 会有一个 属于我的新天地 你是小赵吗 在青春的旋律里 伴着那朵梦的雨季 你能不能请点 陈佳来陈佳来陪陪我 为什么 陈佳来跟我离婚 马上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 柔鬼 你现在在哪儿 在梦酒家 好 听着 你别动 我马上就来 快快快 跟我一块走 抱上这只狗 来敬礼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先生 你怎么了 我们去坐一会儿好吗 先生 不必客气 请随意 对女士 应该讲点礼貌啊 你说 究竟要干什么 你小声点行不行 啊 说 什么事 我 我 那台宋霞彩电 法院是判给了你 我 我想 能不能给我 好啊 你今天让我这儿来吃饭 原来是为了这个 别老盯着人家看 都这么大 岁数了 接着说吧 为什么受不了啊 我跟了你一辈子了 你总信不过我 我还信不过你啊 你看 我是个老银行的 不管单位还是家里 讲究的是账面清算 这话不假吧 这话不假 可我受不了 又来了又来了 上个星期我交你是五十五元 对吧 你报下来这账呢 是五十四元三角九分 对吧 对 那么那六角一分呢 我这么大年纪了 买葱姜蒜什么的 哪记得清啊 我不管葱姜蒜 我要求是收支平衡 想用零花钱嘛 可以跟我说 何必这样呢 那时候 我们爱她死去活来 认识没几个月 就结了婚 结婚才半年 就上宁舍来了 太快了 是啊 恋爱几经还没划光 今天晚上 说什么也得把这笔钱花掉 你还爱她吗 爱她 她知道吗 怎么能让她知道 太刁价了 先生 你倒是挺自在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罗经理 这位就是陈家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这位先生正在贬低我 是吗 哪里哪里 我们挺弹的来的 我们正在聊那个 海湾战争 对 你们聊 她在边瞎话 是吗 请坐 坐 我们是在聊海湾战争 王先生 刚才我们说到哪了 关于 好像是飞猫腿导弹吧 对对对 飞猫腿导弹 家庭奶好嘛 她这个人初次见面 谁都会把她当好人 要不然我干嘛要跟她离婚 你们要离婚 对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你对离婚怎么看 离婚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她承认了感情在婚姻中的地位 对对对 我就是为了维护感情至高无上的地位 才通知这位先生上民政局的 我认为夫妻就应该合二而一 她就是我 我就是她 天天站在一起 可她天天就像苍蝇一样问着我 我实在受不了 走 陪我去跳舞 我还在看春 走 都下班了 回家去 我马上就完了 走 咱们明天谈吧 走这个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陪我去卡拉OK 走 快走 快 罗经理 像她这种爱法 谁吃得小 可你也不能骗人 我到宾馆去 今天是星期天 陪我去买衣服吗 不行 要接待外国总统 总经理说不能请假她 小沈 外国总统走了吗 哪来的外国总统 王辉呢 跟他那帮公关哥们去醉湖公园了 王辉 看看美国公关首创人 李爱维吧 来 说说来来来 说说 好好好 说说来 一九零三年 李爱维在美国开设了第一家 对不起啊 没事的 没事 对不起啊 你也来了 这样的事有过几次了 什么几次了 回去 现在就回去 佳佳 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王辉 回去吧 不 我不回去 我受够了 那好 你就永远别回家 你就天天谈你的公关 天天陪你的公关哥们儿 借门儿 王先生 你应该对他说实话 好 听见了吧 可是你对婚姻的期待 我觉得不切合实际 为什么 夫妻怎么可能永远粘在一起呢 两人既要亲密体贴 又要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丈夫 事业上有所成就 小姐 听见了吧 罗经理 您的电话 对不起 没事 好 先生 您要心理咨询吗 你们的罗敏经理呢 您是说 要请罗经理咨询 对 先生 那么请 请 你们的罗经理呢 您只要按下红按钮 里面的罗经理就可以为您咨询了 先生请坐 请问 您是想通过话筒交谈 还是直接交谈 随便 您咨询什么 现在您的心情很不平静是吗 是的 是的 我是铁路基屋断的 我来找我的老婆 要把事情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你到底想咨询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咨询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 我来找你算账 我来找你算账 这方面通过了 给你打过多少次长途 你都不接 没想到 你终于自己来了 要是我不来呢 那我也会回去找你 请求你 请求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求你把玲玲还给我 住口 不准你再提玲玲 你 你毁了我 毁了玲玲 毁了这个家 今天你来 到底要干什么 今天 今天我都宰了你 罗经理 去里有人找 说有急事 好 就来 午夜十二点 营业结束之后 要死要活 我愿意奉陪 罗经理 来 来 去里人呢 快来 我在门外听着 吓死了 就编了瞎话 别怕 你先去吧 别影响营业 那你 快去吧 待她先下去 给她弄点菜 别太闲了 去啊 好 好 好 什么 你把工作给死了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跟你商量多少次了 你同意过吗 端着铁饭碗是大锅饭 你有什么不好的 你是厂里的会计 做做办公室 巴拉巴拉算盘珠子 工资奖金照发 还要多自在 人家都在改革开放 可我们厂里呢 抱着老皇帝不放 产品滞销 越越亏本 这要你招什么急 你去看看我们财务科 每天窝着一窝人 聊天 打扑克 织毛衣 简直是浪费生命 我要是厂长 不说了 就是嘛 大锅饭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吃 你又不是国务院总理 要你招什么急 我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干出点事来 别来这一趟 现在不是挺好吗 我当你买来 你一切都在吃 你会说 你拿什么养活自己 承包快餐店 快餐店 那家店经营亏本 同学约我跟他一块承包 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哪也不行 两个女的搞承包 你们就那么冷 现在餐馆多卢牛毛 要是亏了本 亏本了我自己担着 什么 我是你丈夫 一家自主 你得听我的 你是我丈夫 就更应该理解我 支持我吗 别说了 你 我要的是好老婆 不是女强人 明天你就给我回厂里去 我不去 你回不回去 不回去 那好 你看你的快餐店 从今以后 不许你进这个家门 味道还可以吗 不错 嫁来物美 谢谢 欢迎再来 小红 今天是星期六 麻烦你到幼儿园 帮我把林莉接来 好 这块放这儿 这是高楼 我和妈妈就住在这儿 好玩吗 好玩 妈妈 妈妈 你快来 妈妈就来 你说得对 我们的业务 还可以做得更活一些 我觉得 好了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该陪陪陪你的宝贝女儿了 妈妈 你快点来啊 给 林莉的楼 搭得真高啊 小红 你也快点回去休息吧 林莉 早点睡 妈妈今天累了啊 谁让你把林莉从幼儿园领走的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是周末 应该由我领她 林莉是我的女儿 我不能让她跟着你 难道林莉不是我的女儿 对我 你怎么着都行 可林莉需要母爱啊 看在林莉的份上 求你宽容宽容 别老跟我过不去 别老跟我过不去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是一人载人 我是个男子和大丈夫 你哪有我怎么样 妈妈 妈妈 知邱 过去我们太年轻 也许我们的结合就是个错误 这些年 我们不知吵过多少次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你我已经走到头了 咱们 咱们离婚吧 好 离就离 离 走 莉莉 妈妈 莉莉 别这样 莉莉是我的 不 莉莉是我的 妈妈 莉莉是我的 妈妈 莉莉是我的 妈妈 不 放手 妈妈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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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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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姐 妈妈 罗大姐 你怎么了 罗经理 有客人咨询 我就来 这是罗经理叫我送来的 您还要点什么 酒 好的 你往那边看 哪儿 去 不 不要这样 我现在需要的是事业上的伙伴 我可以改 不 你不是事业型的 我们的结合那是历史的误会 当初你给我的这是怜悯 不是爱 这是你的 该无回原主了 你 你没有用它 用过 我用它做过抵押 换过实验用品 不 我不要 遇到你以后 所有的一切 连同我自己都给了你 过去 我不会忘记 但也不会留恋 林立 让我们今天晚上平静地度过最后几个钟头 好吗 我们今天晚上平静地度过最后几个钟头 我都倒闭了 自找门路 对了 这个月的工资还没给你的 这个还值几个钱 你拿去吧 你来得太晚了 老实人到哪儿都吃亏呀 我是来拿实验计划的 实验至今没有结果 研究所负债累累 只能关门了 我是怎么想起办这个民办研究所的 这个 你拿去吧 妈妈去世的手留下了 拿着吧 会成功的 我相信你 我去吧 你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你看 再看看这个 再看看 好 对 受奖仪式刚刚结束 谢谢你们的祝贺 具体时间你们安排吧 好 谁打来的电话 广源大学请我去讲课 今天怎么搞那么丰盛 你现在是大忙人了 盖 盖 好 盖 四月 今天你别睡在书房里了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 我想你 好 子鸢 你这阵子太累了 好好地补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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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 我也好 好 但我别无选择 至于为什么 还是等你冷静下来以后 再做一次长谈吧 过去 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了 也许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丈夫 你应该恨我 晚后没法照顾你了 有些事情自己要注意 早上喝牛奶 晚上把煤气关好 还有好线都写在上面了 你生活能力太差 要是能找一个在事业上 对你有帮助的人 我也就放心了 请你别说了 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思源 我好想问他 好想啊 好想他 哦 我好想你 紫月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记得 歌名是 我曾以为 这是你最爱听的一首歌 我 曾经以为 渡过冰雪江世永远的温柔 谁知道 爱情本是一种许诺 诸如了太多太多浪漫 用这首歌陪我跳个舞吧 跳完了 我们就各奔东西 也许 一十年 二十年 不会再相见 不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紫月 你连最后一个请求 都要拒绝吗 不要勉强了 她对你 已经没有丝毫的情感了 你是谁 这你就不用打听了 紫月 我想 我们应该走了 原来这样 这样 你们谁陪我跳个舞 你们谁陪我跳个舞 那天哪 她的温柔 谁知道 爱情本是一种许诺 诸如了太多太多的浪漫 和等候 我 夫人 我 我请你跳舞 我 曾经以为 爱情 还泪的誓言将伴随 我很久 谁知道 爱情本是一种梦 红环 不要过多过多的痴烈 和需求 啊 当梦已经消失 我别无所求 我紧紧握住了 紧紧握住你的手 别忘记 别忘记 你曾有一个爱过你的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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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看看 别哭了 你别太激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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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你 题 轻 America 只可思认 出来 我 是 是 你 抓换人呐 这个本子里还有他的遗书 他是会跟你同归于尽 罗经理 我去报告公安局 不 先别这样 他毕竟是我的丈夫 这件事情先别对别人说 好 你会想他吗 结了婚再找个第三者 会的 何止啊 还有第四者 第五者 第六者 不过都是你 坏蛋 你说到底还欠多少债 我 我还欠人家两千块 什么 还有两千块 这是最后一笔了 不行 上次法院开庭 条件早就谈好了 你太过分了 我跟了你一辈子 你就知道算算算我受不了了 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还能活几年呢 不理也行 我到女儿那儿去住 你一个人过 那不行 这菜是买呀 饭是烧的 小姐 您是陈家吧 对 有人找说有急事 她在哪儿 门口客车上 谁找我 你没事 你上去 关门 快点开车 坐这儿 小红 给这位先生找件衬衫 不不不 衣服我有啊 罗经理 我是拎着皮箱 上林车来吃饭的 再见 再见 小红 我们去找那个女顾客 你别去 她也在下面呢 事情还没那么严重 放开我 别动 强盗 你们怎么强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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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跟王辉闹离婚 是不是事实 是又怎么样 想当初 是我跟王辉谈恋爱 后来才知道 是你把王辉从我手里夺走的 你是谁 从哪儿就没这回事 胡说 告诉你 我就要憋着口气 你今天跟他离婚 我明天就跟他结婚 对 明天就跟他结婚 你以为你 别以为你是金钱 你以为你 真是不得了 王辉雷俩对你不好了 你好好想想 放开我 你这帮胡青走党 神亮 别生气 来来来来 大慧是天好意嘛 来 吃喝清淡花瓶吧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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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点土豆片吧 土豆屁啊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来来来来就好了 就是了 王辉 王辉说 你最爱的是狗 我看 还是到楼上去坐一会儿 那儿安静些 走吧 我父亲是个心理学家 我多少跟他学了点 也许可以给您参谋参谋 喂 喂 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不管认识不认识 有件事我要问问你 这儿不方便 请到外面谈 几年前 如果你没有遇见他 那你完全有可能 和另外一个男人 幸福地生活 对女人来说 世界上不会只有 唯一一个合适的男人 那是因为你 生活得很幸福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女人在这世上 要坚强地活下去 比男人要艰难得多 我们都是女人 告诉你 我个人的生活 也很痛苦 那女的是不是你情妇 你说谁 装什么糊涂 我跟她同桌 跟你眉来眼去的 我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不许你侮辱她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听着 我最狠的就是第三者 你怎么这么野蛮 那好 我把那个女的叫来 当面问问清楚 你别去 怎么 怕丢人现眼 请你别去好不好 我 我可以如实的告诉你 真是请你不要去打扰那位小姐 我 我只是因为爱 才 才必须离开我的妻子 我们曾经有个孩子 但她为了帮我搞实验 疲劳过渡 流产了 也许 是接触了过多的特种化学物质 几个月以前 我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男人的特性 我借口搞科研 晚上搬到书房里去睡 一边又瞒着妻子 偷偷地到医院去救诊 何况 他是多么需要有一个孩子 请替我谢谢你的爸爸 他为我做了认真的诊断 我爸怎么说 判了死刑 成了床上助教的男人 你应该有信心 我们都是搞科研的 要尊重事实 周倩 请你帮我办几件事情 替我找个律师 办理离婚手续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比她大十岁 她比我年轻多了 我必须为她着想 你应该相信林立 她会理解你的 她已经为我牺牲了一切 我不能让她为我牺牲一辈子 可你想过离开林立的生活吗 我想过 我无数次的想过 我看她的朋友 你怎么会有你 我去想过离开她 我去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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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病情 你是对的 帮帮我的忙吧 拜托了 好吧 还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一定要想办法 让林丽对我死心 否则 她是死也不肯离开我的 命运是不肯定的 是公正的 不会给你太多 也不会让你一无所有 没有尽善尽美的人生 我的痛苦 也许你不能理解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你在这儿静静地坐一会儿 待会儿我陪你下去 好 这些东西暂时放在你那儿 如果万一有什么 罗经理 我看你还是躲一躲吧 不 该跟她了结了 将来 只要有林丽陪着我 也就心满意足了 就忘了 陆经理 快去吧 别为我担心 来杯啤酒 好的 老兄 瞧您这模样 像是要离的吧 我也要离了 我认为 离婚就应该高高兴兴 不要激动 也不要苦闷 你说是吗 可能吗 可能 我本人就是这样 有的人离婚前吵啊 闹啊 甚至还有的人带着刀子 想捅死人家 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要讲文明 要有法治观念 谁叫你来的 你干什么 你有气别撒在我他头上 好啊你 这么整我 上哪儿去了 你上哪儿去了 装什么傻 还换了件衣服 走走走 钱还没花光呢 走 哎 先生 想想我的画啊 走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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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吧 好 请坐 请问想用点什么 两杯咖啡吧 好的 小兰 这位先生要两杯咖啡 好 谢谢 要不要加糖 要的 哎 你是不是把事情告诉过别人 你还是那么狭隘 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呀 我听说 你现在还爱着我 有这回事吗 有人说 你跟我离婚很痛苦 是吗 装起来吧 好 您还是别摆菜了啊 一个多礼拜的菜前呢 一个晚上全没了 哎 带着 走吧 回家吧 这儿啊 根本就不是咱们来这地方哦 这些钱拿去 缓债 你哪儿来那么些钱 这个钱哪儿来的 这是我 先学的钱 还有单位给的营养费 明天 就要离了 王后 王后 你别再堵了 听见了没有 请 谢谢 先生 请 好 谢谢 谢谢 对别人的感情 即使不能接受 也一定要尊重 是的 是的 请举起杯子 微笑着给过去那段生活 画个句号吧 莉莉 你 你挖了我吧 家王 你 w Dios 你知是你 不如你 用 去吧 我 我 你 不如你 不如你 你 因为我 许你 我 不要太留恋过去 每天的太阳 都是同样灿烂的 谢谢你 谢谢 好 命令 我们再静静地坐一会儿好吗 上哪儿去 我上厕所 不行 怎么老是上厕所 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刚才跟我聊天那个男的 他是罗经理的丈夫 他丈夫关你什么事 他是来拼命的 又杀死罗经理 真的 刀我都看见了 这把刀也是你的 还是这么大大力烈的 记得这把藏刀是你到青海出差的时候买的 挂在墙上倒是个挺好的装饰品 下来我不准你去 我是个男子汉 能见死不救吗 不 会出事的 你先下去 我一会儿就来 但我跟你一块去 不 你要是有意外 我会受不了的 你 你真的还是那么在乎我 真的 如果我没有意外的话 我以后 一定好好地 跟你谈谈我内心的痛苦 贾贾 贾 你下去吧 我求求你了好吗 那你可当心呢 小姐 罗经理呢 在办公室 是不是有个男的也进去了 先生 罗经理关照过 不准别人打扰 刚才那个人要杀罗经理 这怎么办 小白轻点 千万别惊动他 能有什么办法 知道里面的情况吗 有 说吧 你到底要想把我怎么样 灵灵 灵灵是我的 死了 好 你还我灵灵 你把灵灵还给我 还给我 万一有情况 我冲进去 你们俩去叫人 灵灵 灵灵给你们生日何卡 看见一个长得很像你的女人 就拼命地追过去 被汽车撞死了 是你抛弃了灵灵 是你把灵灵推到了汽轮子底下 妈妈 妈妈 你怎么老不来看我 灵灵 想妈妈吗 想 想妈妈 妈妈 灵灵是我的 不 灵灵是我的 妈妈 妈妈 灵灵 灵灵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来看灵灵 你给我滚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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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灵死了 可是到底是我抛弃了灵灵 还是你拆散了我和灵灵 这么长时间 我天天想灵灵 可你连让我看她一眼都不虚 这能说是我抛弃了灵灵吗 这么长时间你哪点关系过她 你看看 过来看看 我给女儿寄了那么多的信和包裹 你全都退回来了 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 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拆散我和女儿的感情呢 如果当初你让灵灵和我在一起 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这起车祸 够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个什么用呢 女儿死了 家又完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你这个下贱的女人 我 我从来就没有出卖过自己 我是你丈夫 我是你丈夫 可是你不惜出卖自己 当上了孟舅家的经历 我问你 那天晚上在银花宾馆208房间 你跟那个姓刘的究竟干了些什么 说 你我都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我可以一字不漏地告诉你 那天晚上 刘先生约我去谈筹备办孟九家的事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 对未来业务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那时候 你把我赶出家门 经常到快餐店跟我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 我和刘先生都谈到了各自不幸的婚姻 激起了深深的共鸣 那就这样吧 好 再见 再见 约好在你那儿商量离婚的事 你为什么不来 我不是让小红告诉你 刘先生下午突然飞来 约我商量到南方办酒家的事 什么 你跟姓刘的要合作 这是我自己的事 离婚协议写好了 你拿回去看看 没意见就在上面签个字 别想得太美了 你 你让我戴绿帽子 我就是拖也要拖死你 你 你 那时候 我孤独 我渴望感情 可是我和刘先生 绝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种事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和我见过面 我没想到 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 要付出那么巨大的代价 要是男人能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宽容 那该多好啊 营业要结束了 对不起 请等一会儿 嗯 这是离婚协议书 原谅我的过去 你 你签个字吧 你 你 咱们 咱们不离了 离了 太便宜你了 咱咱 诸位 请注意了 现在由我们的罗经理 向大家祝辞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晚餐就要结束了 每天这个时候 我都要站在这儿 为大家献上诚挚的祝愿 今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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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以十分激动的心情 向大家祝愿 祝愿年轻的情侣 将来能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和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祝愿行将分手的人 能以无比宽广的胸怀 容纳我们的人生 今天的痛苦 也许预示着未来的幸福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宽容 多一点爱 谢谢各位 晚安 你们看 结束了 人呢 大夫人 咱们 道路 也是 不聪明 想后 你还是应该把事情告诉伶俐 你还年轻 你会幸福的 你好 你不太感动了 这个是 不然我能放这几个 我再看 但是你还会很让我 花冻 我还会 给你个小的 飞机 大约 真联系 来 罗敏 我走了 我在你好的离婚协议上 已经签了字 我心胸狭窄 促虏 错怪了你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玲玲 可惜一切都太坏了 玲玲死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 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她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华经理 华经理 她们俩神宿复婚 我们想借您这把宝地 大伙儿乐一乐 行吗 行 能放迪斯科吗 放吧 好 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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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放音乐 好 我也知工作了 好 好 好 т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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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